好,那我们今天刚做完瘦肩针嘛 瘦肩针其实就把我们这个三脚肌的上半部分打下去了 有的是像你的话你是为了知道疼痛感 那很多人做这个又是为了上前面 让自己的肩看上去平一些 骨感一些,缩骨出来一些 做完呢有几个点很重要 因为你的肌肉已经习惯性了 是这样子,平时不拉伸的话 你的筋也是在这样子撑着的 即使我们的肌肉下去 从侧面可能看上去窄一些 但是从正面上看上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怎么没有那么大效果 所以说这一步很重要 做完了瘦肩针 哪一步呢就是 先把脖子耳朵和肩膀对齐 一定不能这样的手拉伸 一定是把脖子后缩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把手放到这边来 尽量的用右边的耳朵去touch肩膀 要做到疼为止 如果不疼的话就说明你没有在拉伸 你看,要做到疼 要实际的拉这样子拉 然后这边呢也是 一定要记得不能脖子是这样子手拉 没有用的 而且越拉脖子会越轻轻 一定是这样往后 然后呢把手放到这边 使劲奔 用左边的耳朵勾左边的肩膀 要疼 慢慢你把这个筋也拉长了 肌肉也下去了 不管是从侧面看 你的肩膀是窄的 从前面看 你这个地方是一个square 就看着肩很平 就很好看 如果你不拉肩肌肉下去了 你的筋还是撑在这儿的 那只是侧面看上去 是,瘦了 窄了,没有虎背熊腰的感觉了 从正面上看上去 还是有这个三角triangle在这边 所以一定要把筋拉长 那当我们放松的时候 它就flop, down,下去了 能吃粗上 你的客人 我 用 讲 牛 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